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华家强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学生因涉嫌虐猫被退学 校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 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个消息在网上引发了广泛讨论 许多人对这种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动物保护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到深圳盐田的智慧农贸市场 一位牛肉档的当主因为感恩母爱 推出了免费代炒服务 这个贴心的举动迅速引发了全网热议 当主阿龙表示 这样做事希望能让更多的宝妈们轻松一些 不用那么辛苦 这个免费服务目前是预热体验活动 需要提前预约 未来是否会收费还未确定 最后我们来看看一段充满历史色彩的奇闻秘史 抗日战争时期 被称为最大汉奸的汪精卫 其情妇诗诞也有最美汉奸之称 诗诞精通五国语言 晚年隐居香港 直到香港回归后才被发现身份 他在隐居期间一心向佛 港府最终决定不再追究他当年的行为 这段历史故事令人唏嘘 也让人对历史有了更多的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岛日报 近日 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学生傅某某 因涉嫌虐猫行为被校方予以退学 事情源于7月18日 一段虐猫视频在网络上流传 视频中显示有人将猫吊起凌空旋转 照片中甚至有猫被绑起的画面 武汉理工大学对此高度重视 立即成立工作组进行调查 确认傅某某虐猫行为基本属实 校方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 傅某某也深刻认识到错误并做出检讨 校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 坚决反对任何虐待动物的行为 星岛日报 深圳盐田区的林立中心智慧农贸市场 今日因一项免费代炒服务而爆红 牛肉档摊主阿龙不仅帮顾客切好菜 还提供免费炒菜服务 吸引了大量顾客 阿龙表示 提供免费代炒服务是为了报答母亲的辛苦劳作 希望能让深圳的宝妈们轻松一些 不用那么辛苦 阿龙的牛肉档口自开业以来 已经收获了无数粉丝 有人甚至从别的区特地来打卡 目前 免费代炒服务是一个预热体验活动 需要提前预约 未来可能会收取适当的加工费 但目前仍然免费 星岛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 伟国民政府的傀儡首脑汪精卫的情妇诗诞 被称为最美汉奸 他精通五国语言 汪精卫去世后 诗诞逃往香港 身居检出 直到香港回归后 因人口普查 被发现身份 诗诞出身书香门第 曾留学欧洲和日本 嫁给汪精卫大内总管增重名部下 一位姓林的师长 诗诞与汪精卫的初识 在朋友家中 两人迅速产生感情 汪精卫死后 诗诞逃往香港 选择隐藏身份 吃斋念佛忏悔 香港回归后 港府在一次人口普查中 发现诗诞 考虑到他的悔过态度 决定不再追究他的过往 诗诞在香港平静度过了余生 离世后 遗物中发现了许多汪精卫的照片 可见旧情未忘 香港电台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进行了愉快的通话 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表示 泽连斯基祝贺他在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取得成功 成为党的总统候选人 并谴责了上周六在他竞选集会上发生的暗杀企图 称其为令人发指的行为 泽连斯基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确认了与特朗普的通话 并强调美国两党及国会两院对保护乌克兰的自由与独立 给予了重要支持 在香港电台的《环看天下》节目中 特朗普在逃过暗杀阴谋后首次公开讲话 正式接受了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外电形容 特朗普一改往日口无遮拦的作风 与气变的谦逊平和 他表示 要竞选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而不是只代表半个美国 因为赢得半个美国并不算胜利 特朗普强调 他的目标是团结全美国 成为每一个美国人的总统 根据《侨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面对党内 要求他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的压力时 仍然态度强硬 呼吁党内团结一致 拜登在周五发表声明 誓言下周将在新冠康复后 重返竞选活动 强调应对前总统特朗普的黑暗愿景 尽管一个由民主党活动人士 组成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发布了新的竞选视频 呼吁拜登传递火炬 但拜登表示 自己毫不受影响 他在特拉华州的家中隔离期间 利用时间消化新的民意调查数据 并听取顾问的意见 坚定地表示 团结起来 民主党就会胜利 东方日报报道 泰国春武礼府一名中国男子 周四18日向警方报案称 前一晚遭到三名同胞入室抢劫 劫匪闯入其家中 将他按在床上威胁他 转账1000万泰铢 约215万港元 在家中翻找财务约一小时后 仍要求他转账300万泰铢 约65万港元 男侍主趁劫匪疏忽时 挣脱束缚逃到屋外 并躲藏在家附近 当地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 发现男侍主双手和双脚 留有被捆绑的痕迹 家中亦有被抢劫过的痕迹 并在地板上发现捆绑用的胶绳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此案 东方日报报道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一名母亲 发现女儿长时间使用iPad后 专注力和耐性逐渐下降 所以决定发起不使用iPad的挑战 鼓励女儿寻找新兴趣 母女关系亦因此得到改善 34岁女子福布拉斯 Stephanie Fobos 发现5岁女儿卡当斯 Cadence 每天使用iPad 长达两小时 母女经常因此发生冲突 福布拉斯在影片平台 分享了挑战过程 吸引了不少家长共鸣 卡当斯目前已不再玩iPad游戏或看影片 而是练习写字母和阅读 并进行更多自由游戏活动 福布拉斯表示 减少使用iPad后 女儿的不良行为消失 变得更有耐性和温和 她也尝试放下手机 并建议其他家长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东方日报报道 近日内地网上传出 非洲猪瘟在湖北省金门市 大规模爆发 导致许多养殖场损失惨重 并指当地市场有商贩售卖 疑似感染非洲猪瘟病死猪猪肉 金门市农业农村局调查后澄清 这些讯息为虚假信息 以追踪到发文者 并对其做出批评教育 同时删除涉事贴文 金门市农业农村局表示 今年上半年 对全市猪脂养殖场 进行了多轮全面检查 结果显示 并无大量猪脂死亡现象 亦无收到任何非洲猪瘟疫情报告 受益实验室 对1518份样本进行了检测 所有检测结果均正常 为发现疫情迹象 香港电台报道 一艘载有80多名移民的船只 在海地北部海岸附近起火 造成至少40人死亡 数人受伤 这艘船本计划前往 250公里外的 英属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 但在航行途中突遭厄运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表示 海地海岸防卫队 成功救起41人 其中11人因烧伤被送往医院治疗 警方调查发现 起火原因竟是有人点燃蜡烛 试图进行巫术仪式以祈求好运 希望能避过海岸防卫队的拦截 生还者对当地媒体透露 巫术仪式原本是为了确保顺利抵达目的地 未料却引发了这场致命的爆炸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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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